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访问古巴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我们来看一下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的解读 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 还有它的这个编队里面 有一艘亚森M级的就是攻击型的核潜艇 而攻击型的核潜艇搭载了口径讯号导弹 而它的口径讯号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1000多公里 那么古巴呢离美国的海岸只有180公里 所以如果使用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攻击目标 那美国是很难防御的 还有一点如果俄罗斯的核潜艇 虽然它是攻击型的核潜艇 可能没有搭载核武器 但是它的常规导弹也可以达到1000多公里 实际上也就是在美国的家门口埋下了钉子 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明显是针对美国和北约 允许乌克兰使用 就是他们提供的这种导弹 或者是大扣镜的火炮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无人装备 那么这些装备呢 美国和北约已经允许乌克兰 就是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但是俄罗斯说我的报复是非对称的 所以这种非对称就可以展示为 俄罗斯的舰艇现在到了美国的家门口 那么它会不会将来也把类似的导弹 卖给古巴 卖给叙利亚 或者是卖给伊朗 这个实际上是和美国的一种针锋相对的博弈